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渐行时 草莓致富仙科技即将播出 浙江省建德市阳村桥镇 是当地有名的草莓之乡 每家每户都种草莓 每亩能带给果农五万元的收益 草莓成为带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国 种草莓给果农带来好的收益 但种植过程中果农也遇到不少问题 眼下果农李福珍的草莓大棚 就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 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 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 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 却危害极大的害虫 红蜘蛛 这种针眼大的害虫就是红蜘蛛 学名夜满 城满长约0.5毫米 虽然个头小 但危害却非常大 我们这个草莓最怕的就是红蜘蛛 红蜘蛛它是长在这个叶子的背面的 它是说营养的 然后你录眼是看不到的 怎么能放它进去看 如果一旦这个红蜘蛛长出来 如果它爆发了 就是两个礼拜 它就是毁灭性的 就是你把它把你那个叶子的营养都吸收了 你的叶子就缓掉了 草莓也没用了 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草莓叶片的枝叶 导致草莓的枝叶逐渐发黄干枯 蜘蛛早衰 草莓产量 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 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传播性 大约五天就能繁殖一代 随着果农清理枝叶 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 眼前的草莓叶片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红蜘蛛 李福珍需尽快找到处理办法 否则就会给草莓棚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以往的果农如果发现红蜘蛛虫害 通常会喷洒农药进行防治 但这样的防治方式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红蜘蛛生长在叶片背面 农药常常喷洒不到 而且喷药可能会导致草莓直接接触农药 极有可能造成农药残留 这该怎么办呢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 蒋桂华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 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 这里就有红蜘蛛的危害了 少量的 我们可以放一顶普世马来进行防控 因为还有果汁 我们一个安全性的 质量安全性 这样也能防治它对一片的伤害 那么能够提高产量 生物防控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厨师 每种生物都有天敌 利用有益生物及其产物 防治有害生物的方法 就是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已经成为农民 防治虫害的首选方法 例如农民在稻田里养青蛙吃害虫 蒋桂华则推荐使用一种 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马 来消灭红蜘蛛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 脑里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 里面有一种人工繁殖的捕食马 它是个鹿食动物 专门吃红蜘蛛的 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 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眼前这个瓶子里装着的 就是防治红蜘蛛的捕食马 它也是一种蜘蛛 专以红蜘蛛为食 只需在每一株草莓的叶片上 撒上带有捕食马的麦皮 捕食马自己就会爬到叶片的背面 寻找猎物 将其消灭 那么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捕食马 究竟有何神通能消灭红蜘蛛呢 通过显微镜观察 捕食马比红蜘蛛体型稍大 捕食能力强 以红蜘蛛成虫幼虫 以及虫卵为食 一只捕食马 一天能消灭六只红蜘蛛成虫 这个就捕食马在吃这个红蜘蛛 这个捕食马它爬得快一点 嗯 对 要是那个红蜘蛛它不爬的 嗯 对 专家式栽培呢 它的成本呢 也叫以前我们在土地里面栽培呢 增长了两到三倍 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有一种模式 就是既能够充分地利用我们这个空间 也能够增加我们的效益 那有些专家呢 也提议说 能不能像这个货架一样的 价值式的栽培啊 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这种模式 用架子种草莓 产量虽然有所增加 但成本也比传统方式高出两到三倍 有没有办法能进一步增加 大家的经济收益呢 立体栽培 近些年来 已经在我国许多地方得到推广 立体栽培就是通过栽培架等设备 垂直分层种植 蔬菜水果等作物 相当于让植物从柱平房 改为柱楼房 这种方式能够大大提升土地利用率 增加单位土地上的产量 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增产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 收到立体栽培的启发 古农们引进了立体栽培模式 把高约1.5米的架子分为三层 每层都种上草莓 这样就能有效利用空间 大大增加种植草莓的株数 每亩种植的株数从6000株增长到1万株 立体栽培的草莓产量增加了一倍 除了立体栽培 草莓栽培的创新方式层出不穷 草莓大棚不再只是农民生产的地方 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 草莓都被种在了空中 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 每个钢架长100米 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 让人眼花缭乱 这样的创新种植方式 让农业和休闲结合到一起 种出的草莓可以销售 种植草莓的地方可供参观拍照 使农民有了更多的收入来源 火农们还在不断创新 引进新的品种 立体栽培的草莓大棚内 眼前这片草莓种植区域 是李富珍重点关注的地方 这个就是北雪公主 就是草莓界的北富美 很少年轻人的使欢 白雪公主是草莓界的颜值担当 口感香甜软糯 然而最近李富珍却发现 这些草莓表面长满了霉菌 这让她很是发愁 这个草莓就是很娇贵的 很难种 就是你看发病了 我们就吵死了 你看我们就要把它全部清理掉 你看这屁股是全部没有了 那你 我还没有了 我还没有了 那你要把你给了 帮我把你报道 的准备 其实算是没有了 这些 tenido 俩莓来的 我们就说 这就是 你 м络了 你都要努力 并不少 你 我就是 那我 我 小白的水 水滴到果皮 果子有受傷了以後 草莓的果子果皮很薄 那麼射度比較高的情況下 就肯定會爛掉了 射度太高了 因為一般來說會有病 它主要是射度高的 就有病又發生病了 灰梅其實是一種真菌 傳播性強 如果控制不好 蔓延到整個草莓大棚 那麼草莓就沒有產量 果農也就沒有收入 眼下灰梅病已經發生 趕緊治理是當務之急 該怎麼處理這棘手的病害呢 創新健行時馬上回來 果農李福珍的草莓棚 出現了灰梅病 一旦防治不及時 整個草莓棚 將面臨滅頂之災 焦急的李福珍 向草莓種植專家 蔣貴華求助 因為天氣多的情況下 我們也可以用 加溫的方法 還有循環風機的利用 通過這樣來降低 這個棚內的濕度 完全可以採用這些 外力的方法 就是說 加溫通風來降低濕度 蔣貴華健一里福珍 採用物理方法 防治灰梅病 將棚內所有的病果病液清理乾淨 通過加溫通風的方式 將草莓棚內濕度 始終保持在40%到70% 就能對灰梅病 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 李福珍給立體栽培的草莓大棚 配備了暖風機 同時還在棚內安裝了排風扇 暖風機源源不斷地輸送熱風 排風扇一方面加大熱空氣 在棚內的流通 同時還能促進大棚內外的空氣交換 通過這樣的物理方法 大棚內的濕度 終於控制在適宜的區間 我每天都要看天氣預報 現在溫度是12度 就是濕度的話97% 這幾天天天陰雨天氣 濕度特別大 我們物理防控以後 就是溫度達到了19度 濕度達到了50% 就是達到了這個效果嘛 那個灰梅病也少了 就是草莓長得也漂亮了 草莓棚內的濕度控制好了 一顆顆白草莓 紅草莓 在果農的精心呵護下 再一次掛滿枝頭 引人垂涎 完全不會太陽 真是打的 快到我們的 我們來看 是否要走 我們要走 我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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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草莓虽然是耐寒的植物 但是温度一旦低于零下五摄氏度 草莓也会冻伤甚至冻死 如此汹涌的寒潮 对阳村乔镇五百亩的草莓来说 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有没有智能化自动化的科学技术装备 帮助果农进行种植管理 预防像寒潮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呢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每个草莓棚内都安装了小型的自动气象站 眼前这个柜子一样的装备就是自动气象站 柜子顶部装有摄像头 风向标 以及温度传感器 能实时监测草莓棚内的温度湿度等信息 那么我们这个温度的传感器呢 会有一个预警的系统 如果说这个温度啊低于两度了 那我们可能就会给它发送信息提醒它 你要进行一个增温的措施了 草莓棚内一个个小型的气象站 能及时给果农发送天气变化预警信息 让果农提早对草莓棚进行增温 帮助草莓免遭寒潮冻伤 顺利渡过寒潮 创新科技助力草莓丰收 果农礼服真种植的草莓收成如何呢 创新渐行时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